大家好,今天我选了一则成一故事 早必戒光,来读给大家听 早必戒光,有一个人叫宽恒很喜欢看书 可是白天要盖火,夜晚又买木槿 点灯的油,他想了一个办法 用小刀把墙更挖大了些 从隔壁透过来的光量变大了 他就见着这亮光读几书来 后来光顾富富有新闻 他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我觉得宽恒很热爱读书 在学习上十分勤奋 刻苦他也是很聪明 遇到困难,想办法解决 通过这个故事,我们要学习宽恒 早必戒光的精神 学习他不怕艰难,依旧好学的恒心 谢谢大家收看,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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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